你不能让你带到我 放心吧 黄金在我在 舍命不舍金 我们就埋伏在这里 等那些残兵败将 乖乖地跑进我的网子里 你是瘦小泽 我会把他们全部见面 曾溪口地形宽大 你他的兵力 不可能完全独自那些人 总会有漏网之余 而我们 就是这最后的欲望 小哥 郭靖师 快来 杨志辉 张克同志 金氏兄弟 我就把刘杆史托付给你们俩了 请你们俩确保他的安全 并协助他 来完成这次任务 张本台 张志辉 你带着南巴陆和女巴陆闲车 按这帮兄弟们给你们打掩护 金氏兄弟 我现在叫你一声兄弟 那是因为你是个民兵队长 等你完成了这次任务 有机会咱们再见面的时候 你就是个巴陆军战士了 那个时候我就叫你一声 金氏同志 拜托啊 三里的战士们 咱们为死事的弟兄们报仇去 跟我走 去啊 我还神经 停 等着回 你跟俺说说 他说这任务是煞天大的任务啊 别让我这群兄弟到时候死了 都指不到咋死的 等你了 我有时间了 我再告诉你 快走 走啊 是哪儿 撤 走 走啊 撤 撤 你妈的 你这沉沉飞的是啥呀 跑得普通带转的 给俺把你飞 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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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黄金 这是我们的目标 谁能得到 谁就是大日本帝国的勇士 给我狠狠地打 正南 这样打一圈可会是办法 没有其他出入了吗 南边是大河 北边是沼泽 不管我们从哪边走 逃出去的可能性都不大 那 咱们还是从沼泽走吧 就算你逃出一个人 也要把最重要的东西带出去 可是如果我们都陷进去了 那一点儿晚回的余地可都没有了 那也比原来小鬼子 混了你这女娃的枪 把你走在前面 要陷 先 先先先 你们啊 他都踩上了 先都过去 踩上了 黄金师 我没跟他抓你 走 走走走 走 四中文流 走 走 跟我追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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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高远 你们先走 快走 走啊 小心 给我走 你们进攻 快 李高远 快 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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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靖靖 郭靖 李二宝 郭靖轩 下墙子 郭靖轩 快来吧 快走啊 郭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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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冲 郭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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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鬼子 来吧 臭你苏爷爷来啊 还有什么 我还一颗送人来 你 没有两颗 拿来 两颗 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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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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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大鬼子死的 今天看娘的时候 给她戴上军装 都说让她穿过的 人呢 咱们睡觉咱傻了呢 咱们睡觉咱们傻了 走吧 我们走吧 还有三十三个兄弟呢 国建制 这儿太危险了 快点走啊 三十三个兄弟咋都没了 不是 这一休之间 他们咋就没了 不行啊 得去找他们呀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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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去找他们 国家 走啊 后腾子呀 后腾子呀 国建制 快走 走啊 这里太危险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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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三条人命啊 这俩都说没就都没了 你这叫我回去咋跟人家家里都交代呀 刚跟你们八路傻鬼子 连人家金装都没穿上了 咋就都死了啊 这八路上啥样喊不都没见着呢 这鬼门穿上的喊不喊不喊了 郭静世 这笔账 你要挤就竟在鬼子头上 你心疼我比你更心疼 为了帮助我们徒伪 我们整整一个连的战士都牺牲了 还不能跟你们比吗 你们一个个的都有名有姓了 你们那死了叫啥 叫烈士 你们别骗完 你们家的空牢尾上的白鸡和尸 都都在那写着呢 死了都不能白死了 那俺呢 你看说我们那些兄弟啊 俺那兄弟头像啥 够生子 够毛子 够单子 连个大名都没有啊 这不都白死了 金氏同志 民兵小队的三十三位同志 从今天起 就已经正式入国 他们是真正的八路军战士 他们的名字 我都记在这儿了 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 都在这里一个都不落 等我回到了部队 我就去把他们的军装 都领回来 亲自送到他们家里边去 三十三个命啊 就变成三十三件一以上了 你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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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冷静冷静 你现在不能回去 你放开我 放开我 狗金氏 人死不能复生 况且咱们还见负着重要的任务 我管你个毛任务 跟还有啥关系 狗金氏 我跟你说 经过了今天这一仗 你就已经是一名八路军战士了 我就是你的领导 你得挺我的 你是沈亿的领导啊 我认你是沈亿 谁挺你的 你给我让开 不是啊 你给我让开你 别打开你 不行 要是要从这儿过去 你要从我身上跨过去 你以为我不敢呢 不给你点领导症 你还真意买乱去吃素的 别打了 狗金氏 你欺负自己人 算什么本事 你要真有本事 就找这门鬼子报仇去啊 老柯 道不同不相为谋 以后他走他的阳关道 咱们走咱们的独木桥 走 沈亚 走 走啊 沈亚 等等俺 俺都没三十三个兄弟了 俺要杀他三十三个小鬼子 不行 不能杀他三十三个 杀三十三个太便宜他们了 俺杀六十六个 一百个 两百个 三百个 成千上万的 俺把他们都给杀了 你们八路是傻鬼子的 俺跟你们走 狗金氏 我没有看错你 你狗队长可是个明白人 这明白人就不能干糊涂事 金氏同志 欢迎归队 走 快走 走 暗灵枪 快走 快走 全军覆盟 怎么会呢 日军偷袭了于树孙 散连整个部队惨遭未见的 日军怎么会掌握三连的行踪呢 这么机密的路线 只有你我 我电信处的人知道 我们的密码本只有两本 是谁保管着这两本密码本 李德莱和王清淮 重点调查这两个人 他们的住宿 最近的一切活动 包括他们的家属 都要彻底地查清楚 一定要把这个阶线给我救出来 是 还有 这件事件事关重大 不能再有任何闪失 明白 这件事件事件事关重大 就不一定购买了 所以真的 strips加加填 总敞原则 李克宗洛 没 dialogue 其实 都本终后 还能购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他们知道地图在我们的手上 他们一定不会按照这个路线走的 那我们就和他们堵上一堵 先按夏丘铺这个线索去寻找 如果他们真的在夏丘铺 那就证明他们不知道地图在我们的手里 是 赵远的黄金一分一毫 也不能从我们的手中溜走 并且不要把他们的运输路线 彻底摧毁 根据围方日军指挥部消息 这笔黄金有四百两 我跟上风汇报的只有两百两 要是我们能把这笔黄金抢到手 咱们就二一天送 有了这些黄金 咱们可就发财了 好 国共合作也有几年了 咱们这么做恐怕不合适吧 国共合作关咱屁事 他们上面摊下的合着几百两 咱们给他们卖命为了啥 你说为了啥 组长说得对啊 跟着组长干那才是有活头 这还差不多 有感性 现在我命令你 来办法这次任务 指导员 三连的战士们 咱们被军的弟兄报仇去 跟我走 这项黄金对鲁中南根据地意义重大 它关系到整个根据地的转移 关系到众多老百姓的生命 王连长 指导员和全连的战士们 都为他牺牲了生命 我能够完成这个艰难的任务吗 我怎么感觉他是那么地沉 压得我喘过气了 xn 帽子 trajectory mapping puntos י׶ 啥 俺不哭 你们啥时候进来俺哭过呀 你们都没了 俺哭有啥用啊 俺哭 能把你们哭回来是咋的呀 你们是 俺知道咱们是从小一起光骗过长大的 你们肯定不会让俺一个人往前冲的 那也得瞅不瞅啊 你说现在要剩下俺资格了 你是俺大胖的 啊 那咱们进民兵队这年起 咱们想的是啥 不就是能传上那张遗仗打鬼子 让咱狗家店的人对咱高看一眼吗 可就都会让战长咱就把命都给打上来 兄弟们 够的哥 现在不能去找你们 俺得给你们报仇 把杀你们这家小鬼子 把杀你们这家小鬼子 一个个的 全都千刀弯挂 生吞活泼了 接着 至少俺还有一口气 就算爸 俺要爸会勾着点 给你们给你们的爹娘 养老送终 挡牛做马 这辈子还不起 下辈子俺接着还 你们还跟着俺别扭队 一路上保佑着俺 狗子哥 在这儿给你们磕头了 先我干嘛 可是我还不知 我那里还不够是吗 你可不得了 平日你们《环彤》 在这儿呢 咱们行动起来也方便 还有帽子 赤董 来 把这个带上 来 去那边洗吧 洗吧 洗啥呀 爱又不是娘们 爱一个地里跑婶的 有啥个戏的 你洗能把人洗活是咋的 你这次跟着苏夏他们来 其实是为了去延安身造访 一开始的时候 是想去延安 但是现在有更重要的任务 我必须要去完成 这样 你先去延安吧 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 这个任务我来完成 等到了夏桥浦 我们就向上级请示 让你自己一个人先去延安 老客 这个任务是上级 亲自交给苏指导员 王连长和我的 他们现在都牺牲了 你说我能走吗 更何况 我有责任 我也必须要完成这个任务 这个任务实在太重要了 它关系到整个根据地的转移 关系到众多老百姓的生命 你说我能临阵脱逃吗 那这样 咱们现在就东神赶往下求扑 只有把这个任务 顺利地完成了 咱们才能对得起苏霞同志 和王连长的牺牲 怎么清了 不会是少了吧 盛南 这怎么会少的呢 少了一点 能撵你们屁后追你们 你别告诉俺是因为这悲能 真假呀 真因为这悲能咋的啊 关系尸 不是 要真因为这悲能 俺那三十三个兄弟死的 可太鬼了 关系尸 我和你说过了 这是个秘密任务 咱们现在最重要的 是要赶紧去下求扑 这样 等以后有机会了 我慢慢告诉你 好吗 俺那挑战上当了 女秀才 女秀才 啥女秀才 乱叫什么呢 哪叫啥呀 叫刘干事 干事 这干啥事啊 昨天晚上家 俺都跟你数了 你共杀了九个鬼子 这样吧 俺管你叫九妹子吧 忠不 那我昨天晚上还杀了八个鬼子呢 那你不是得叫我八哥啊 俺知道你杀了八个鬼子 那还正准备叫你八大爷呢 你这可得好 给自己起个尿命啊 狗金石 你说你这张嘴啊你 给自己起个尿命啊 狗金石 一号我能叫你狗子吗 忠了 俺们狗家家人 都这么叫俺 狗子 九妹子 叫刘干事 九妹子 刘干事 九妹子 刘干事 九妹子 行了 就是九妹子 九妹子 你跟俺说说 这小日本的 一直撵在屁后追着 是不是就因为你神神这包袱啊 狗金石 你现在是一名八路军战士 这么一点组织性 技术性没有 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 这是一个秘密任务 对不起 狗金石 我真的不能告诉你 这是原则问题 啥狗屁原则呀 就是不相信人 喊了三十三个兄弟 就这么死了 被日本的啥了不说 到底是英国啥死的 你们就不告诉我 你们八路可真行 国金石同志 你别在这儿吵吵嚷嚷嚷的 这是原则问题 不能说就是不能说 行了 时间仅日无重 我看再往前十几里路 就是下丘铺了 咱们赶紧赶路吧 对了 还有这下丘铺子 俺可在这山上 待了二十多年了 从来没听过 这个下丘铺子是哪儿 下丘铺子 任务和你神圣这包袱 到底是啥呀 因此养不活的张志愿 俺定用大葱 把你个嘴给撬开 把你牙子给摆死了 来 幸好轻微 就是这儿了 走 走 姐 姐 抱抱我 慢点儿慢点儿 皱死了 来 进屋进屋 来 左右各一支灯笼 指导员说过 这是表示坚硬站 安全的信号 盛南 这交通员怎么会是 两个大姑娘啊 咱们不会找错地方了吧 指导员说得很清楚 应该不会错 我 她对还是错呢 先进去啊 弄口干干吃再说 要不就得弄死人了 报警师 哎 谁呀 大妹子啊 过节好啊 这位大哥 你是打哪儿来的 怎么以前都没见过呢 哎 三连并没有全縣部署 没 南连并没有全縣部署 我 到底咋回事 清查了榆树村的战场 找到了所有执行 此次任务的三连战士的尸体 你看 这就是名单 在这份名单当中 并没有找到刘胜南同志 而且在这些尸体当中 发现了一些 来自附近狗家店的民兵 而昨晚前往接新兵的张克同志 目前下落不明 有种推测 刘胜南 张克携带黄金 安全团 三位怎么称呼啊 张克 刘胜南 狗金是 请问 您二位怎么称呼 我叫夏春娥 这是我妹子 春兰 大家都别站着呀 快坐吧 坐坐坐 三位 三位是打哪儿来的呀 实不相瞒 我们打昭元来 昭元 那你们一定累坏了吧 累倒是不累呀 就这肚子都饿瘪了 这好办 春兰啊 去厨房 把那个刚出锅的馒头 给大伙儿端上来 还愣着干吗 快去呀 行 来来来 啥 来来来来 卫子 既然 有馒头那就 本客气了 你就挑那个大个的 给咱们捡 那啥 有大通膜 开拿两份 好 这一看就是饿坏了 好说 我再给你们炒几个菜 大姐 大姐 不用麻烦了 我们待不了一会儿 不麻烦 不麻烦 你们在这儿坐着 一会儿就好啊 盛南 有点不对劲 是啊 暗号是登上了 可是他们好奇怪 又啥不对劲的 人家给你炒菜去了 奇怪可啥 还能给你瞎毒啊 让我说呀 你呀 就别跟人家绕环子 直接跟人家开门见山 这样 咱们啊 再出去试探试探 行 走 这真是 站住 干什么你们这是 你不是说这是自己人吗 这自己人 咋还干着自己人了 谁跟你是自己人 说 你们到底是谁 我 大姐 我们是八路军交通区 一营三连的 鬼才相信你们 说自己是三连的人 今天 你们算是撞枪口上了 你们骗得了别人 骗不了我们 这小尼人 你开枪啊 闭嘴 说 你们到底是谁 为什么冒充三连的人 要是再撒谎 信不信我一枪报了你们 别冲动 千万别冲动啊 大姐我们没有冒充 王林长带领了三连 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怎么了 在榆树村全军赴墓 我们是在苏霞同志的拼死保护之下 才逃出来了 你们拿什么证明 这是王林长给苏指导员的 苏指导员又给了我 王林长 王林长是安姐夫 昨天晚上 阿赫安姐抱了一宿的饺子 就等着姐夫带着大家伙来吃 这回倒好 永远都等不来他们了 报告仲佐 那些八路确实已经进入村子里了 瞧瞧尽村 千万不可打走军舍 小佐姐 既然他们已经进入侠修部 那就说明 他们并没有发现 我们手里有他们的地图 也就是说 他们会继续沿着既定路线前进 我想 我们还是在路上 堵住他们吧 报告仲佐 下丘铺黄蟹军队长王胡子前来报告 王嫂 下丘铺这一带的防务工作 是由你来负责 这正是在下 那你 对这一片的交通要道 以及山间小路 应该是非常熟悉了 在下是烂熟与休 还好 很好 我有一件事情 需要你的协助 我们的部队 被鬼子打了为奸 王连长是为了掩护我们突围 才壮烈牺牲的 嫂子 王连长是好样的 他带领的三连 也同样是好样的 川哥 春兰 我知道你们心里难受 我们大家心里也不好受 可是我们没有时间去继续悲伤了 时间不等人 必须得立刻动身赶往下一站 你怎么会有事 这个道理我懂 完成任务最重要 我一会儿就让春兰 去给你们准备干粮 哦 对了 你们打算走官道 还是走香道 这话怎么说 走官道 就是走大路 去平都县城 走香道 就是翻山路 去马阁庄 王连长平常走哪条道 他们人多 一般都是翻山路 去马阁庄 那条路知道的人少 相对比较安全 好 那我们就翻山路 走马阁庄